连接上一节的内容呢 来继续看Fabric的一个特点 如果单纯从本地化的一个view工具 这样来看它呢 其实它的功能已经足以去完成日常的 我们这个开发环境的自动化的任务了 但是其实如果说Fabric只是止步于此的话 那么它也不会成为Python世界里面 一个很出名的自动化工具了 因为在上一节里面 我们曾经提过提到过在看它的定义的时候呢 它还是一个高级的系统管理工具 那么它有了这个特色以后 实际上能让它在环境部署这些方面呢 优于其他的这些任务工具 那么我们要突出这个特色的话 我们首先要有一个虚拟机吧 比如说虚拟一个 假设我虚拟一个我在阿里巴巴 有一个这样的EPS 我在本地环境我开发完了以后 我不需要登录这个服务器 也能把我的代码直接部署到这个上面 然后直接来运行看最终的效果 我们还是回到在上一节课 我们这个Fact的文件 我们只需要加一个 Depoint的方法 然后这个Depoint的方法怎么做呢 第一 如果对远端的服务器进行一个操控的话 它必须声明我要操控哪一些服务器 那么它有一个环境变量 这个环境变量怎么来 我们在后面会有更详细的解释 我们在这里先卖个关子 我有一个这个虚拟机 这是它的地址 然后我把虚拟机的其中一个用户指定 我用户是我的名字 然后我们不需要指定密码 因为它在运行的时候会提示我们输入一个 一个远端服务器的一个密码 然后再进行一个具体操作 我们把这些东西折起来 好的 那么Depoint呢 我们要把这个Flex项目 Depoint到它的一个 VS服务器的目录下 这个目录现在是没有的 因为我这个机器也是全新装的 那么我们首先 因为用普通的用户登录进去的话 直接在以后登录一下创建文件呢 它可能就需要我们用速度来进行了提权操作 否则呢会导致我的出现一个没有权限的错误 那么我们可以用速度 这个速度哪里来的 就是在API的这里 就是在API的这里 这里有一个速度 做什么呢 我们先建议一个目录 在WAR建议3W的这个文件夹 建立这个文件夹以后 因为它是用速度创建的 所以如果我在对这个文件夹里面做其他的操作的话 可能还需要我继续用速度 那么我这里偷懒一下 因为我希望后面呢 给大家看另一个指令 那么我这里会把这个文件夹进行一个 文件权限的一个修改 让它所有人都可以去写这个文件 好了到这一步呢 我要用另一个指令 这个指令它没有用速度 它在做什么呢 我同样去建这个文件夹 在下面我建一个HTML 我把所有的网站的内容 我放在这个指目录下 OK 这里其实速度是极了权的run 这两个指令呢 只是权限不一样而已 这个run呢 一定是跑远端指令用的 跑本定的话 一定是用local 这里是给大家一个回顾 然后我们通过进入这个文件夹 作为用CD 记者CD也是远端的 它默认都是操作远端服务器 要本地化的话 你可以用LCD LCD就是进入本地目录 我要进入到这个文件夹内 然后进入使用这个Vitual1进入一个Python的虚拟环境 跟着呢我们把Fex也安装一下 最后我要把本机上的这个App 这个文件呢 我们构造的这个App文件 放到远端服务器的这个Web Web应用程序文件夹里面 那我就可以使用put这个指令 因为这个put指令呢 相当于是一个SCP的一个命令的一个作用 它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本地的文件指定了 然后我们再指定远端文件夹 其实因为我现在已经使用CDVCD 那我这个商侠文件就维系在这里嘛 那我推送的 这个有点错 倒错了 我是直接推送到这个目录下 那如果我没有用速度把这个3W文件夹 进行一个提权操作呢 用put直接把这个文件写过来 那肯定会造成一个失败 如果这种情况下呢 也可以使用一个叫useudo的这个参数 这个等于tool那就行了 就是说让put这个方法呢 具有管理员的权限 好 那么我就相当于把本机的这个环境呢 推送到我服务端 那么服务端就能够实现一个部署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运行的效果 我们现在有三个指令 然后我们直接就直接 调用这个depoint 在这里的时候呢 这里会问我一个用于SSH连接的加密的密码 在本机的一个密 密要的一个密码 然后呢 好了 我已经登到远端服务器的时候呢 我需要提供这个ray这个用户名的密码来去做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会教大家怎么去跳过这个步骤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一个加密的SSH连接 就不用每一次的输入用户名的密码 好 现在的所有操作大家看到 其实都是来源于10.211.55.11的这个 远端服务器的操作输出 就是说我在本机已经在操控这个远端的服务器 在这里去验证一下我们做的这个操作是否已经 我们也同时看到了它把建立了这个Python环境 也把这个App文件也传了过来 那么就可以看到它Python在这个时候啊 跟很多这个任务管理工具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它开始创作的时候的定位就是放在一个 对于多个远端服务器管理环境的 管理环境执行自动化脚本的这么一个一个定位 所以呢 它的这些指令 包括在这些函数的定义啊 都指令化了 而且呢 都是基于SSH这种协议来去做进行一个 来加密连接的这种操作的来去做的 那么它 那么我在Rick和Gram啊Grab啊等等这些任务工具呢 它更多的目的是放在怎么如何来构建项目 如果要操控远端服务器的话 可能还要装一些插件啊等等才能去实现 而没有像Fabric这样 它直接装了这个工具以后 它天然不用装任何插件 直接就可以控制各个方面的机器在上面执行它的这些 相应的指令啊 那么我们现在单纯现在这样 这个Depoint方法呢 看起来其实是比较low一些 因为我们只是做一个指令的调用 那么还可以做得更为之简单 那么呢我这里可以采用另一个方式来去做 我会安装一个叫Fab Tools的插件包 有了这个包以后呢 我们的Fabric呢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啊 为什么我要装这个包 因为现在只不过是做了一个拷贝的过程 但如果我们要部署一个服务器 大家可以想想我们要做什么工作呢 可能我们要装一个Andex的反向带领 然后呢要运行一个Flex的web的网站的话 我们还需要一个Gunile的web服务器 那么这些部署如果每一次我们都要跑到服务器上去做 这是非常麻烦的嘛 那么我们可以借助这个Fab Tools这个第三方的工具包 那就指令化的通过编程的方式来实现这些工作 而这个包我不会在这里加而过多的去解释它的一些用法 因为我们的课程里面也会有专门的一节 来去详细的给大家介绍这个Fabric Tools 首先我在这里先做一些导入的操作 因为这个包以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些单纯的指令呢写得更加整洁一些 我可以通过这个Vitual Environment 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方法会去检测 我们会去给我们激活这个虚拟环境 就是做一个这样的动作 然后呢我用 让它去给我找一个Flex的依赖 它如果没有它给我装 有的话那那就调过 除了它以后呢 我还需要一个脚跟 这个web服务器 我们现在在这些操作之前 我把这个put先放到这里 那么当这个执行以后 我期望 它直接帮这个服务给我启动起来 那么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让它run 一个 为了我这里方便呢 那我会先 因为我自己先执行了嘛 如果我再直接执行这个部分呢 可能会导致一个注册 那我直接先用一个rm 把这个文件夹给删掉 然后我们再执行一次 然后我们再执行一次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呢 它这个gumr的一个服务器呢 已经给我启动起来了 就是说我从本地把这个东西拷过去 把环境帮要建起来 启动这个服务器 那是一个指令就能完成的东西 但是呢我还没有装endex的 我这个服务器是空的 那么我还需要有一个指令呢 给我检测这个服务器上有没有安装到endex 然后给我做一个配置 如果有听过我之前的flex课程的话 大家都知道 其实要配置flex的环境呢 虽说简单 但是呢对周边环境呢 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那么如果我拿到一个空服务器 我们能把整个deployment过程 连同它的环境部署 这些方面都能包在其中呢 我们这个用于发布的脚本呢 可才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脚本的嘛 我们我之前之所以导入flex课程呢 这些其中一个作用 也就是它可以去控制我们的endex 一个呢首先我可以去require一下 它有一个计划的一个包 我用apt-get来让它去给我安装 这个endex 如果它有我就给我安装它 然后呢我要这个服务呢存在 嗯我们用过endex都知道endex呢 每配置一个网站它本身有配置文件 呃传统做法呢我们会跑到服务器里面 打开endex配置目录下的配置文件呢 在上面做一个编辑 如果产生中间产生任何变化呢 我们还得去重复这个这个远端的一个操作 而在fabric呢我们可以跳过这个步骤 我们直接把endex的当前这个网上的endex配置文件 我就可以写在我们的fabric的脚本里面 那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个一个敲 我直接就p个懒 把它把这个直接就好过来 好那我做一个模板 先定一个模板我就listen一个指定好 我这个反向代理需要处理的东西 这其实也可以直接理解就是说 这个就是我们endex的一个配置文件 这里有个side指定 有个side的函数 所以它的第一个 我们来给它网上起个名称 然后就是它的一个content 这个配置给启用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先把它的默认配置给disable 这个默认配置是安装endex的时候直接有的 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配置呢 给建立起来 我们的配置名呢其实就在这个side 这个就是side的名称 好的 当我们完成了这个配置 我们需要把endex给重新启动一下 好我们的这个setupendex的一个任务完成了 由于实际关系呢 我就不一一的去把剩下的这两个脚本去运行了 那么有兴趣的同学呢 也可以自己去防召我这个课程 来自己写两个脚本运行一下 那么我们快速来对这个课程做一个结尾 就是说fabric的另外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特色呢 就是它是一个基于ssh的一个多服务器控制的任务工具 正因为它有了这个ssh的控制的基础呢 它可以同时对很多台我在网络上的服务器呢 进行一个管理网络管理的这些操作 除了部署以外 还可能我们集成了这个ci服务器 就是做一个联合的build啊 这些协同性服务器间的协同性操作 和本地操作一次化的一次性去运行 那么这可以大大的简化我们很多的操作实践 而且把这种自动化的形式提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高度 同时呢也是它呢有别于 RigArmega和等等其他各种开发工具 各种开发各种任务化工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 那么好这一节课呢 这两个课室也到这里结束 那么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